作为一气大众旗下轿车阵营中当之无愧的长青树,宝莱这款车型在中国已经走过了整整17个年头,创下了超过230万的销量纪录,无愧神车之名。 而就在今天,经过全面进化的全新宝莱正迎面走来,6月28日,一气大众全新宝莱正式上市,新车共推出8款车型,售价11.28到15.98万元。 仔细研究这片细分市场后可以发现,朗逸、卡罗拉和明锐,是可以与宝莱形成竞争的车型。 因此,在本次的竞争力分析中,我们选取4款车型为,20118款宝莱280TSL 1.4T自动豪华型,官方指导价格,15.98万元。 20118款朗逸、280TSI DSG豪华版官方指导价格,16.29万元。 20117款卡罗拉改款双型,1.8LCVT系剑版官方指导价格,17.58万元。 20118款明锐TSI 280DSG旗舰版官方指导价格,16.99万元。 新车竞争力2、0版本依旧采用百分之进行评分,对每款车的颜值、配置、动力、油耗4个维度进行评价,4个维度在100分钟所占比重。 分别为外观40分、配置25分、动力25分、油耗10分。 为了进一步完善新车评比机制,在原有得分基础上,除以价格系数作为最终得分。 1. 颜值外观、宝莱、朗逸、卡罗拉、明锐好评。 1. 基于大众最新MQB评,才打造的全新宝莱,采用全新设计语言,并在车身尺寸上有所增加。 2. 由于车身长度的增加,全新宝莱从侧面来看更加修长。 1. 一条笔直的腰线从INUOBOR字样的名牌,开始沿着门把手贯穿至车尾,相当有立体感。 3. 微微上翘的车尾影,造出一定的运动气息,带来一种叫跑车的范儿。 4. 差评,1. 前进器格栅中间的一根杜格式条,与左右两侧的LED日间型车灯连为一体,视觉效果确实很精致。 4. 不过,这也让宝莱与大众旗下其他车型有些难以分辨。 4. 内饰,宝莱,朗逸,卡罗拉,明锐号屏,1. 内饰上,全新宝莱的内饰设计在向麦藤看起,质感有了很明显的提升。 2. 多媒体中控大屏支持Capley和CarLife功能,便于车内乘客进行智能控制车辆。 差评,1. 虽然在质感上有个很大的提升,但是一进入到车内,熟悉的大众气息还是依旧传来,颜值得分,外观32分,内饰36分,综合,34分满分40分2。 配置配置方面,全新宝莱配置上,全新宝莱配备有LED大灯组,8英寸中控屏支持CarPlay倒车影像,路安全气囊,前后驻车雷达,双驱自动空调,座椅电动调节,座椅加热,电子手刹,自动驻车,四车窗一键升降等配置,亮点配置。 1. 有5寸提升至8寸的多媒体中控大屏,在尺寸增加的同时,在U、E、UI和画面质感上均有所提升,并且还支持CarPlay和CarLive功能。 2. 在车辆后排,全新宝莱还新增出风口和两个USB接口,以满足后排乘客,为移动电子设备充电的需求。 配置得分,18分满分,25分3,动力全新宝莱,将搭载EA211系列的1.4T和1.5升两款发动机。 发动机最大功率分别为110千瓦,81千瓦,最大扭矩分别为250牛米,150牛米。 根据车型与配置的不同,在传动方面将匹配5MT、6AT以及7BSG变速相以满足消费者需求。 动力得分,18分满分,25分4,油耗油耗得分,8分满分,10分5。 总评最终,得分等于总分价格系数,等于78除以0.9,等于87分价格系数,等于新车售价3垮车。 平均售价,在进入中国市场的17年间,大众保来这款车型从最初满足驾驶乐趣的驾驶者吃车,到后来向家庭方向的演变,这一路以来都可谓是四平八稳,销量成绩本居前列。 但一气大众显然并不满足于让它止步于此,从本次推出的全新保来来看,大众在迎合年轻消费者的道路上,走得愈发坚定。 因此,我们可以看到。